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谈以生理的缺陷作为差别大一的标准 上一周是谈到社马不能够报考警察大学的法律研究所 最后是宣告这是核线 我们有再举另外一个 大法官没有做过解释 但是呢已经开始台湾目前有那个身心障碍者的团体 他们已经在挑战 那么这个也就是我们的选报是规定 受了监护宣告还没有撤销的 那么他是没有投票权 那么这个问题呢 在我现在跟大家举 那个联合国的身心障碍者权力保证公约 他的二十 总之呢这个联合国的身心障碍者权力保证公约 他里面有提到就是说呢 第一任国有义务呢 应该要承认呢 这一个身心障碍者 有尽可能有跟一般的非身心障碍者 有相同的这一个参政的权力 但是虽然这样子呢 一般也认为说呢 不必然就是说呢 身心障碍者就比方说 有一些是属严重的智能障碍者 或严重的精神障碍者 如果他一点识别能力都没有 那么像这种情形呢 如果法律呢 剥夺他的投票权 那么这个 或许还可以认为这个是有正当理由 可是呢 我们上一次有跟他说过 我们还有一个受监务宣告 受监务宣告只是说 你的确是智能障碍 可是不必然说是重度的 他有可能是轻度的 也有可能是中度的 那么这种智能障碍就是说 他没有办法处理自己的一个财务 所以这个时候呢 可能由家事法庭的法官 那么经过医生的一个诊断 可能认为说 就为了保护他 就认为说 你没有处理自己的 那一个财产的那一个能力 所以就把他宣告 就是要做一个监务宣告 那么就会指定一个法令代理人 如果是父母 就是当成他的法令代理人 那么就帮他处理他的这一个财务的这些行为 就是在保护他 可是呢 我们的法律 却把这一种 在民法上呢 受监务宣告的 就把他划等号 就认为说 这个就当然没有投票 没有那个投票权 那么这个是不是能够划等号 这个其实不尽然 那么在这里我只是跟大家举一个 日本东京地院在平成23年的一个判决 只是让大家比较一下 那么日本这个判决也是一个受监护宣告的一个女性 那么他并不是一个重度的一个症状案 那么我看过他的这一个记者去访问 他算是重度 但是他可以有辨识能力 那么记者访问他 他也可以说呢 他对这一个候选人 他的一个喜好 人量能力 也就是他有投票 他有一个基本的一个辨识能力 那你要说他的辨识是不是真的 你所理解的那种理性不理性呢 那当然就不必然 可是我们非智能障碍者也有可能是不理性 那所以呢 最后呢就是 他提起诉讼 认为日本的选报法 他们选报的规定 就跟我们台湾的选报是四条 基于一模一样 那么东京地院这个判决呢 就认为是不是要受监护宣告的那个判断 是从他能不能够独立处理自己的财产 从那个标准来看 可是投票 你有没有那个投票变识能力 这是另外一件事情 不能够把能不能够独立处理自己财产的那个标准 就直接等同于能不能够独立去判断 我能不能够独立去投票 所以最后呢就宣告这个是违宪的 那么违宪之后呢 本来大家都期待就是说呢 日本政府他会上诉 可是后来日本政府就没有上诉 他自己承认他错了 所以这件事情就在东京地院 他就判了确定 那么那个国会他就修法 所以修法现在就是说呢 这个即使是受监入宣告者 那在一定条件一样是可以投票 台湾到目前为止就是 因为受到东京地院的这个判决的鼓舞 所以说呢 我们的身心障碍者的团体 他们也在lobby 希望说我们立法院能够修改这个法律 立法院如果不准备修改 他们也准备就是制造案件 制造案件就是说他们会故意呢 让这个被受监的宣告者 由他去刑入投票权 然后被选委会拒绝 然后他们就用这个为理由 要去提起诉讼 那么最后呢 要向道尔观圣经解释 那么目前台湾的很多规定 也都是有以这个身心障碍作为差别大意的标准 那么参常就是以身心障碍者为不利的差别大意 那这个我以前也跟他说过 举过例子 我们的那个司法官的特考的趋支 他有规定 你如果视力矫正后忧远的视力未达0.1 那么你就不能够当法官 我们目前呢是允许这一种矫正后忧远的 忧远的视力未达0.1 我们是允许他当律师 所以我们有一位台北大学法力系 一个盲生 那么他 其实他就是起名学校毕业 那么考上台北大学法力系 然后后来他那个考上律师 可是他就没有办法报考法官 那么这个一直是一个 这个很有正义的问题 盲眼人可不可以当这一个法官 那么似乎就是可能一般人会认为 想当真好 你看不到 看不见 那么是 就当然就是不能够当法官 那这个 我只能够跟大家讲 如果 我们 在回顾色盲那个案子 我们说过呢 那这个台湾自从签署 那个联合国身心障碍者 全力保证工业之后呢 那个CRPTA 他非常重视一个概念 叫做合理的调整 也就是说能够 就是对于身心障碍者 如果国家做一个适当的调整 这个调整 是一个合理的 并不会对于雇主 或者是国家 带来一个不合理的负担 不会负担太多的这个成本 如果那个不是不合理的负担 那么这个时候呢 是雇主或国家有义务 要做一个适当的调整 让这个身心障碍者 能够跟一般人 有一个相同 比方说参与教育的机会 或是参与就业的这个机会等等 所以626号这个社盲 不能报告大学法院所 那么像这个的确在这里 可能我们签了CRPTA 之后呢 可能626就有重新检讨的这个必要 那么可能就是上一周同学也说 那是不是让社盲者 让他担任 不要让他担任外情 他一样可以来担任这个警察 培养 他可以就研究高深的警察学识 才能从事警察的工作 然后可以去从事 不需要辨识颜色的外情工作 所以这个就是调整工作 让他即使是社盲 也一样能够担任这个警察 只是说他的工作内容调整 这个就是一个合理的一个调整 那我们现在如果从这个观点来看 那么这个法官 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法官的工作 可以让他做一个职业的一个重制 做一个调整 让一个盲野人也能够当法官 像这个就比方说 如果是一个刑事案件的法官 要判有罪无罪 那这个可能就比较需要 那个势力的辨证 但是这个民事法院的法官 可能也认为说他也需要 那这个就是会有整理 那这个就是会有整理 但是我要跟大家讲 就是在德国 有百分之一的法官是盲野人 这是一个很值得我们去做一个比较 那么在资料上他们在布莱美的一个盲野的法官 他基本上就是要是从事那一个家室法庭的这一个法官的这一个裁判 家室任务 家室的增值 另外这个会涉及到还有很多涉及到那个和解的这个问题 那么他去处理 所以在德国基本上是这么说 经过一个合理的一个调整 还是有一些法官的工作的类型 他们认为是适合盲野人来担任 那么但是这一点呢 这个问题呢 目前在台湾还没有人去挑战这个规定 我们的大法官也还没有机会 针对这一个就是说 矫正后幽远的势力未打0-1 不能够报告法官 到目前为止 还没有人挑战说他合线不合线 有没有会很平等 同样的在这里有一个问题 重度智障 你们认为重度智障 可以当法官吗 我们的法律就这样规定说 不可以当法官 应该是差不多四五年前 五年前 有一位那个 我们本校呢 法律系跟那个管理学院 那个财经系 那个双修的 一位脑性麻痹的一位同学 他当时也上过我的课 他就是四肢都萎缩 他从小一直读到大学 后来也考上研究所 那么他的 他都是做那个轮椅 他妈妈从小学 就一直推着他轮椅 陪着他上课 陪着他读小学 国中高中 然后考上台大 然后在台大上课 他妈妈也都是陪着他读 就帮他做笔记 我想他妈妈也应该 如果考试 大概也可以考得上 那这一个前进院 他的成绩非常优秀 他也可以听 他也可以讲 他只是没有手没有脚 可是非常聪明 他考试 他的电脑可以用 他就是咬着一个特质的笔 然后去碰住那个电脑 那这一个是有特质的这个笔记 那么这身心障碍者 有时候就是需要那个笔记 那我们的身心障碍者 权力保护法 有规定说 国家有义务 要补助身心障碍者 去购买那个笔记 那么他用那个笔记 其实就是加上他妈妈的帮忙 就是这样度过 你看他那个大学毕业的时候 他是全校毕业第一年 然后他毕业典礼 他是代表毕业生 毕业生是字什么 字切词还是字什么词 那他也考上这个硕士班 可是当时他跟我说 为什么他不能够考法官呢 他说这个有没有违宪 我认为这个是违宪的 他基本上他都是 他的问题其实应该是 比那个逝障者是更小 那只是说在这里会有一个问题 他怎么写判决书 他可以开庭 开庭他可以问案 可是就是他没有办法自己手写 那像这个我都认为说 这种情形就应该就是 要做一个合理的一个调整 怎么样合理的调整 可能就是说可能司法院他就必须 我认为说大概就可以拍一个替代仪 同学以后就当替代仪 那就帮他听他那一个 他就用口述他的判决 然后有替代帮他 帮他打这一个判决书 那么平常他的那一个在办公室 那么他的那个可能要有人帮他推论你 那么另外呢 这个是有义务 法院的整个的办公室的配置 要有一些动线 那个这个电脑等等等 能够适合一位 伦理的一个脑性麻痹 四字萎缩的人 可以让他能够在一个适宜的空间 能够办公 那这个就是一个合理调整 如果合理调整是根据国际 身上的权力把握公约 这是一个义务的话 那么我觉得这一种重度智障的这一个 很有可能 我这种是会违宪的 那我要讲到就是说呢 大法官在试用宪法在诠释宪法的平等的时候呢 他都必须要参考那一个 那个联合国那个公约的那个精神 这个也是上一周下完课呢 有同学呢 问我的这个问题 我利用这几乎再跟大家讲一下 那个我们已经签署了好几个公约 比如说联合国的公证公约 联合国的金色文公约 联合国的这个保护妇女的公约 保护儿童的公约 那么这个是保护声音障碍者的那个公约 我们签了那多的公约 那这个签了之后 我的一个看法 因为我相信这是多数的看法 签了公约 这个公约不具有宪法的位阶 但是我们法律师有一位教宪法的老师呢 他比较倾向说公约大概是类似宪法的地位 但是我认为说公约签了之后 他基本上就是法律的位阶 可是因为我们的宪法有一条规定 我们国家有尊重国际公约的义务 所以在这里就是说 只要联合国这个各种公约 没有跟我们的宪法的规定明白抵触的话 那么我们签完联合国公约呢 其实根据宪法那个规定就是说 我们有义务尊重联合国公约的 从那个精神来看 那么大法官比方说他在解释什么是平等 那么他就有义务要根据联合国的这些公约的精神来诠释什么叫做平等 所以从这个观点 那个我认为说这个重度智障者不能够报考 那个司法官这个是很有可能会违宪 那么像这个基本上还有其他的这些条文 各位你们认为这个第四点有没有违宪平等 也就是说经教学医院证明有精神疾病或精神状态为常 致不堪升任职务者 可能很多人认为这个应该是没有违宪吧 你会让一个精神有毛病的人来担任法官吗 不过基本上如果他不会有问题大概就是有一个条件 就是自不堪升任职务者 就比方说你有忧郁症 是不是有忧郁症的就不能够报考法官 我认为如果是这样的话 很多法律系的同学大概考试以前大概都相当程度有忧郁症 被那个考试逼的 不过基本上就是要来看就是说呢 是不是不堪升任职务等等 那么第五个呢也是很有问题就是 会结合的谈突变成阳性反应 难道就是说这个不能够有一个适当的一个措施 那这个是一定没有办法对那个传染的可能性 来这个加以防止 那如果是这样是不是就是说 你如果认为说有肺结核的这个承阳性反应 他就不能够当法官 那就表示说肺结核的他是什么都不能够当的 只要他当从事这个工作都会跟人接触 是不是就表示说他都与虑全部都被禁止 那这个我都认为是有进一步去思考的一个空间 好吧 那个我这次丢出问题 那么各位可以知道说这个平等 基本上这平等意思就是说到底他的那个差别带的标准 他这样来做差别带合理不合理 就是我们要从这些观点来看 我们生理的缺陷呢我们就讨论到这里 我们要进入另外一个领域 我们要进入另外一个领域 我们来谈性别 这个其实是更多 那个问题更多 性别 性别我们还可以进一步来讨论 以性倾向为差别带的标准 那么可能就如果从性倾向 那么很多更有趣的问题 我们台湾目前有没有法律 基于那一个性倾向 那作为差别带合理的标准呢 法律有 就像我们免法允许 英男 英女 结婚 那么你如果是同志 我们的免法就不成功拿着婚姻 那这个有没有违反平等 也就是说你以那个性倾向 那作为那个差别代表 这个是合理不合理 好吧 那这个都是最新的一个发展 我们现在先从 比较单纯的性别 那么 我要跟大家讲的 这个大法官 在近二十年来 在那个性别平等上呢 有做了一个非常 一系列的非常重大的贡献 那么对于那个性别平等 把过去华人社会的一些 那个重男轻女 那么有一些这个对于女性的 一些科反印象的一些规定 他做了一个大幅度的调整 你们知道说过去台湾 对于女性做差别大域的规定 最多的就是在民法 特别是民法的亲属继承篇 因为这个亲属篇就是在规定的就是 家族内 那么他的那个亲属之间的关系 那么华人的社会就是 男尊女卑 所以就 我们的民法里面就有很规定 都是 对于女性 对于母亲 比较不利的一些规定 那么我们先来举第一个例子 侵权行使妇权优先的这个 这个是在审查旧的民法一千年八十九条 它是规定 父母对于未成年子女 全力之行使 亦是不一致死 由父行使 这个是我们民法的规定 那么亲权的意思指的就是 交养子女 未成年的子女 那当然就是 这个 我们讲的那个亲权 亲就是父母亲的亲 这个亲权其实就是 父母 他在教 小孩子 的一个一个权利 这是也是一个 人格权 一种基本人权 那么父母在教育子女的权利 那如果说在教一个小孩子 常常有时候呢 爸爸妈妈 在教小孩子的时候 意思不一致 那到底 都是听爸爸的还是听妈妈的呢 说真的 我个人是认为 实际上常常都是听妈妈的啦 常常在家里是这样 像我在家里也都是 就是比较没有地位 那大概就说小孩子 都比较会听妈妈的 但是呢 我们的法律呢 就是规定 就是说呢 父母对未成年子女 权利的形式不一致的时候 有父亲 有父亲行使 那么这个 就有人就挑战 那么这个 这个 规定呢 就是 会引起这个挑战 其实都是 有一个民间的团体 都是在致力于挑战这一些 违反男女平等的规定 就是妇女心知 妇女心知呢 他当时呢 就 为了要促进女男平等 所以他们也都收集了一些案例 那么来帮助 受到歧视的妇女 去打官司 那么 最后呢 他们就协助这个妇女 去挑战这个民法规定的 和限性 那么这个规定呢 就是最后大法官 宣告他为限 这个 是在1994年做成的 那么大法官在这里就是说 他提出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观点 这个可以供各位 各位特别留意一下 大法官说呢 国家不能够 以性别作为差别代理的标准 除非呢 除非是基于男女生理上是差异 或因此差异所产生之社会生活角色的不同 只有这种情形才可以 也就是说必须是基于男女生理上的差异 那么就比方说 比如说女性的劳工 那么他这个怀孕 那么这个 他就有那一个 那个 因为 那个 生产 所以他就是说 那个就有那个产价 那么像这个就 男性就没有这种产价 女性有 那么这个 你可以说这是一个差别代理 可是他就是基于 那个 男女生理上的差异 并且 或者是因为这个差异所产生的 社会生活功能角色的不同 那么我来问各位一下 如果我们法律规定就是说 如果劳工 比方说女性的劳工 他生产就可以 请那个产价 那么小孩子生下来之后 我们还有育婴价 我现在假设 如果说我们的法律是规定 育婴价只有 妈妈才能够请育婴价 那爸爸不能够请育婴价 你们认为这个 有没有违反男女平等 你会不会说 这个是因为 基于男女的差异 所产生社会生活功能角色的不一样 这个应该不是 那个照顾小孩 这个应该就是 爸爸妈妈都同样有 那个照顾小孩的这一个责任 所以并不是说 妈妈才 当然有照顾小孩 所以只有妈妈才能够请育婴价 爸爸就不可以 像这个呢 如果法律规定的话呢 这个可以说就是 就是换了那个传统的这一个男主外民主内 或是呢就是这种传统的那个刻板印象 就认为说呢 这个养育小孩一定就是妈妈 那么爸爸跟养育小孩是无关 这可能就会违线了 所以呢 这个 各位同学里面 比如说你们上了这一个课 你们把这一句话 把它记起来 那么这个就 其实就是 大法官他给大家一个武功秘籍 如果是你们看到 如果我们有什么样的规定 他如果是以性别作为差别带的标准 那么你们就要记住 他这个差别带域 是不是基于男女上的差异所产生 或是因为基于这种生理上的差异所产生的 社会功能角色的不一样 也就是说绝对就是要摆脱 传统华人社会的这一种刻板印象 男主内女主外 或是男尊女卑的这些 就是要来把它这一个打破 所以这一条规定 这一条规定 父母对于未成年子女权益 一世夫一世由父先祖的规定 那么这个就被宣告 这个是维稳平等 那接着各位在看 一样是明法清署篇 七以乎的住所为住所 这个是我们的明法的规定 就是我们看一下一千零二条规定 七以乎之住所为住所 最乎以妻之住所为住所 另外还有就是基林部就说 约定以妻之住所为住所者 那么就重其约定 实际上夫妻会约定 那是夫妻之住所为住所 这个比较少 那约定的意思就是说 是夫妻两个人都同意 那如果是夫不同意的话 那就没有约定了 通常夫不同意的 所以通常就是 实际上大概就是 七以夫妻之住所为住所 这个案例申请人是 一位女性的妻子 她跟她先生婚后 那么她们是住在台北 那么这个太太她在台北 有一份相当不错的工作 但是呢先生呢 我的印象好像是 中部 台湾中部的人 那么先生她一在台北 一直找不到工作 那么当然这种情况之下 就会夫妻关系 就会紧张 那么最后呢 这个丈夫呢 她最后就回到中部 那么在中部呢 她就找工作 而且在中部呢 就找到工作 那么她要求她的太太 应该要辞掉台北的工作 那么这个跟她一起住在这个中部 那么像这个问题 这位太太她她认为是 这个工作对她是很重要 那么这个 可是先生就是认为是 嫁夫随夫嘛 那这个我们的法律的规定 就是说呢 有履行同居的义务 然后呢 又是妻要以夫的住所为住所 所以就是命她呢 所以就是命她呢 就是要辞掉台北工作 那么要搬到这个中部 所以最后这件事情 那也都是妇女薪資借助 那么来协助这一位妇女 大法官司 那么最后呢 就是写出她向大法官圣经解释 那么大法官在这里就是说 这个法律 未能兼顾她方选择住所 及距离个案的 退出情况 跟宪法的平等原则呢 有所为何 这也是宣告她 违反平等 那么 我再举一个 最后大法官 并没有做成的一个 解释 有一个旧的 民法的亲属篇的寡理 就是规定说呢 那个 你们认为 小孩子要 从互姓 还是从母姓 我们的民法 旧的民法 是规定的 子女是 从互姓 那什么时候可以从母姓呢 就是母无兄弟 也就是说 如果妈妈她没有兄弟 母无兄弟者 那么 只有在这种情况 那么 这个 才允许说呢 这个子女呢 可以从母姓 有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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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女性呢 其实是 算是 名人 那 那个事业有成的一位女性 她 跟她先生 最后 离婚 那么 小孩子 有一位女儿 那么 女儿呢 就是从小呢 离婚之后呢 女儿都是跟着妈妈 那么有妈妈这个养育 然后呢 读到 后来就读到高中 那么 她们 就想要让这个女儿呢 改姓 改成跟妈妈的姓 因为孤养 也都是跟着妈妈 可是根据我们法律的规定 就是呢 这个子女的姓是要重复姓 除非 就是说呢 是母无兄弟 那么像这个呢 就 根据 法律的规定呢 你们可以想想看 这个情况真的是 很不公平 那么 已经离婚了 而小孩子也都是跟着妈妈 可是妈妈现在是希望 孩子也希望改革跟妈妈的姓 那可是呢 我们护生机关就不准 因为我们民法 有这个规定 这个民法规定 其实就是一个传统的 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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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系的 一个 社会的 影响 所以 才有 这个规定 那么 最后呢 这一位女性呢 他就向大法官 圣经解释 当时这个案子呢 处理的时候呢 也刚好是我 任职大法官的时候呢 使 在大法官内部呢 争执 非常激烈的 一个 一个案件 这个 传统呢 当然是认为 你如果把这个 宣告为限的话 那么就等于是把那个 法人社会的这种 传统 因为这个涉及到性 这个都还跟刚刚我们所谈的 就是说呢 交小孩 如果父母一失 父母一失不一失 那这一个 就是由父母 来共同行使等等之类 这个 或者是呢 妻与妇是住所 像这个 这些都被认为 还算是小事 那子女的性质 还是大事 所以当时呢 在大法官的内部 就是说 到底要不要 这个宣告他为限呢 这个 这个草换天 那我以前跟他说过 这个大法官要宣告一个 法律为限 要三分之二的多数 这个问题就是 在怎么投 可能就是投票结果 可能是九票比六 九比六 或八比七 那么都没有办法 获得一个 和限跟违限 都没有办法 获得一个 一个结论 意思就是说 做不出来 那么 同学们 你们认为 这个 有没有违限呢 那 好吧 认为违限的 请举手 让我来做民调一下 好了 那 认为不违限的呢 是不是不敢举手啊 不过这个案子呢 最后是谁来拯救大法官啊 就是后来就是因为呢 妇女性质她是双管的形象 她一方面呢就是帮助那一个 这一位女性呢 去 最后打官司 那就要去向大博先生解释 那她的另一管 其实就是去 游说立法院 游说立委 然后呢 也去拜会那个法务部 所以法务部呢 她也自认为 这个不合乎时代的潮流 所以法务部呢 她也修法 那准备就是废掉这一个 子女姓氏呢 是重复性为原则的这个规定 那么当时呢 这个法律案呢 也已经送到立法院 那么当时 因为大法官自己本身呢 其实在这里就是说 如果大法官在法律修法 还没有修完成 完成以前 事先就宣告 在立法院前一步 宣告这个法律违宪 这个大法官一定受到 至少女性同胞的赞赏 正为大法官在为了促进女男平等呢 再下一层 或者是呢 又有一个新的贡献 可是大法官呢 失去了这个机会 那最后就是说 所以大家其实 就是因为做不出来 所以大家也知道说 反正这个案子已经在立法院 也已经准备修法了 我们就把这一个 这个credit 我们就让给立法院 所以大法官就是暂停 一既然做不出来 就这个案子就暂停 那就等立法院 后来就立法院就修法完成 所以现在呢 你们知道现在完成之后 子女的姓氏怎么规定了吗 这个我们就不再有 这一个以父姓为原则 母无兄弟才能够从母姓的规定了 那么现在子女的姓氏呢 就是由爸爸妈妈两个合一决定子 所以可以从父姓也可以从母姓 万一没有办法合一呢 如果妈妈说要跟我的姓 那爸爸说要跟我的姓 如果就夫妻两个人意见不一致该怎么办呢 这个当时在修法的时候呢 就有证实 本来那个法务部提出来一个草案 就是说在爸爸跟妈妈的意见不一致的时候呢 就是提起诉讼 由家室法院的法官来决定 但是这种草案呢 拿回到司法院 然后民意调查 就问事案下面的全国的法官 问大家的看法 你们账不赞成 就是说子女的姓如果爸爸妈妈没有办法合一 然后由法官来决定怎么样 结果清一色 这个绝大多数的中华民国的法官都反对 就不能够由法官来决定 因为可能你可以用比较简单的说法 就是说法官怕增加负担 这是一个比较粗浅的一个干法 因为就是说尽量的把任务推掉 可是实际上法官也认为我有困难 他说我凭什么来认定 这个要跟着爸爸的姓 或跟着妈妈的姓比较适合 这个也的确 对法官也是一个困难 所以这种结果下呢 最后呢你们知道最后妥协的结果 到立法院最后是怎么改吗 最后是抽签 所以说子女性如果说呢 父母的意见不一致 那最后就是现在是用抽签来解决 那么我们现在再来跟大家再介绍 其他的一些大耳光过去 对女男平等的一些做的一些事迹 那么这是退伍会呢 的那一个退厨艺官兵 他们通常很多人就是被认为是退伍老兵呢 他比方说到离山 或到一些山区呢 去开垦一些农场 那么这个就是佩庚那一个 向那个退伍会去乘租那一个农地 那么在这里让各位先思考一下呢 这个他是规定说 如果那个死亡的产原 如果有遗倦 如果改嫁他人 而无侄女者 或只有女儿 娶女儿出嫁后 均因无条件收回土地及眷社 如果有儿子 准许儿子继承他的权利 各位你们这样说 这个有没有保佑平等 所以因为荣民他佩庚 那么他过世之后 儿子可以继承 意思就是说你儿子即使你结婚了 你还是一样可以继续继承这个佩庚 所以这个就引起很大的一个争议 那么各位你们自己看一下 合不合理 好我们再继续看呢 刚刚所说的这一个 退伍会的这个房舍土地的处理要点 那么他是禁止出嫁的女儿 所以他可以继承这个佩庚的权利 那么也禁止那个宜卷 就宜卷他可以佩庚 可是如果改嫁 他忍就不可以 那意思其实意思就是说 你如果嫁给别人的话呢 你就不能再继续工作了 除非你就不要改嫁 就是苦手 这一个我觉得这个都是非常过去的这种封建 那个歧视女性的这些规定 所以这个案子就是在1998年 大法官也认为这个是没有正当理由 这个宣告他是违宪的 所以总之这个各位也可以想想看这个 我们回到我们刚刚所讲的那个审查的标准 也就是说他如果你要用性别 作为差别代理的标准的话 必须是基于男女的这种生理上的差异 或因为这个差异所产生的社会 那个功能上的角色的不同 只有这样才能够作为一个合理的差别代理 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就不可以 那我们现在又要面临一个挑战 我们的兵役法是规定 只有男子有服兵役的义务 女性没有服兵役的义务 各位认为有没有违望平等 有没有同学要表示意见呢 我们先请男同学 有没有男同学谁要表示意见 你认为呢 合线喔 为什么呢 就是生理上的差异 生理上的差异 为什么呢 为什么生理上的差异就不能够当兵 现在的当兵已经不是像过去冷兵器 拿了一个刀剑 那个现在是科技 泡兵 泡兵也都是计算那个视角 要计算那一个 那个女性也可以计算 不过也有道理了 好 来 这个科技 科技 科技 为什么呢 对 第一个理由就是 就是 现在 现在打草 我刚刚说 就要教你解释 就是 吃 吃 好 而且 很多 很多男生 其实在当兵的时候做的工作 也是很稳促的工作 就是 被拔牌到指定用 就是说 没有什么 超体力的 然后 好像 就是欧洲有研究说 就是 现在在战场上 为了女兵的 执行这部分的能力 这也不是 是吗 是吗 如果是在战场上冲翁陷阵 那个 好吧 现在如果假设是 我们的法律是规定 男女 都有 不并义 并且女性也跟男性一样 相同都要 到第一线去冲翁 冲翁那个 那这样不会有灰性吗 他 他的执行呢 不一定是 就是 存在最初前 还是 那种 就是 群体要 那些 就有肯定 OK 这真的是 一个Hot Case 很难 我个人如果认为 如果我们的法律 并没有对 女性一个特别的 一个不同的规定 就是说呢 这个在 第一线的 这个 如果是完完全全 都是相同的 一个对待 不知道 我知道 是不是我反而是 Stereotype 是不是 但像这个 我会认为 可能会 会有问题 那么 女同学呢 有没有人要表示意见呢 像这个 这种类似的 这个在美国 有人挑战 可是呢 这个 挑战这一个 男子服兵役 女子不需要服兵役的 在美国挑战他的 和限性的 你们认为 在美国是女性挑战 女性挑战 我也要 我也要当兵 那为什么 不准我当兵 不过在美国 基本上他们是另外一个 就是 就是那个军校 美国的军校 只遭受 就是基于那个传统 只遭受 男性 那不遭受女性 那么这个女性呢 就提起这个诉讼 不过我们还是 回到台湾的 这个兵役法的规定 你认为呢 我们男的 服兵役 给女的不需要服兵役 但她觉得 她也不顾客 不需要服兵役 有一句 那是 体员的 没过去 对 女的不需要服兵役 所以 我们会觉得 有什么 不需要服兵役 但 我没有听得很清楚您的意思 就是基本上我覺得男性跟女生身體上還是會有不一樣 有不一樣 當然可以經過重點直播訓練然後可以變成這樣 像是就一般來說我們會有怕 但我覺得也不需要盛進女性當病 也是如果她願意的話 對 這個也沒有問題 台灣現在只是說女性沒有胡兵義務 可是我們允許志願義有女兵 那我們現在只是問那個胡兵義的這個問題 那我還有一個問題 就是在討論胡兵義當初這個判決出來的時候 有沒有比較靠近就是為什麼會有 我們中華民國說法裡面會有胡兵義義務這個項目的討論 還是大家都會把這個放在裡 為什麼女生需要或不需要服務 不是的就是因為這個只是大法官 在這個案子它是一個我們可以說 不算是一個附帶的一個判斷 在這個四九年你們看一下 她最後認為這個是核縣的 那麼她這裡的一個案子基本上她的重點 其實就是在 她的其實就是那個新約教會 新約教會就是她們的教義就是說 你不應該胡兵義 她這裡說胡兵義是違反她們的那個宗教的一個信仰 那麼在那個案子就是因為大法官就這樣下來 那麼她必須要同時要處理 那麼這個胡兵義的問題 所以在這裡她最後她這裡有說 我是覺得她講的論理非常不夠 她這裡說 立法者建立男女生以上的差異 即因此所生之社會生活功能角色的不一樣 在兵義法第一條規定 男子依法有服兵義的義務 是為了實踐國家目的 即現法上人民是基本一條規定 這是立法政策的一個考量等等 那麼她基本上就是這樣子 我個人是這麼說 在最外面大部分在這裡 是說理比較不足 她並不是說有一位男性或有一個女性 為了這個去挑戰 是新約教會的那個教徒 因為她拒絕胡兵義 那麼被以妨礙兵義罪 那個我覺得那個規定實在是 對這些新約教會的一個非常 這涉及到宗教自由 對他們一個很不公平 很不平等的意思 那個案子是這樣子 新約教會的那個教徒 就是因為她拒絕胡兵義 那就是違反我們的兵義法 那這個是犯罪喔 那犯罪呢 她就要服有期徒刑 那麼有期徒刑呢 好像是官大概 好像是一年還是兩年 這個我還要去查 那麼我們法律有規定 一個叫做禁義的一個規定 就是說你如果因為犯罪 然後那個比較重 被處以徒刑一定的那個徒刑以上的話 就禁止你服兵義 可是呢 你如果違反兵義法 而被那個 你那個服刑刑起 卻沒有藏到那個可以禁義的一個程度 所以這一位新約教會的這一個信徒呢 他因為拒絕胡兵義 然後被判決有罪 譬如說胡刑兩年 胡刑兩年 胡刑兩年期滿之後回去之後 因為他沒有被禁禁 所以呢那個 我們的那個兵義單位 再度發徵集令 再叫他再去當兵 他又拒絕 然後再把他判一次有罪 然後呢再 又被判的徒刑 判的徒刑 然後刑滿回去 又再一次呢 去徵兵 然後他又拒絕 又這樣 又抓去關 像這個我是覺得這個是 是有問題 好吧 那這個我們現在回到 我們剛剛的這個問題 大法官在這裡就是說 這是基於那個男女的這個生理上的不一樣 所產生的這個角色的一個差異 所以他基本上是認為這個是合理的 不違反平等 那大法官講的在這裡就不一定是對 但是呢 我想是不是就因此就真的是 你如果要服兵役 是不是就真的是要像以色列一樣 以色列是男女都有服兵役的義務 可是要跟大家講 那個根據以色列的規定 女兵雖然服兵役 可是呢 女兵服兵的內容 是跟男兵不一樣 他也會從那個生理的那個角色的差異 所以說呢 對於女兵呢 要到那個第一線 那個在他們是 原則上呢 是不能夠投入那個女兵 這個是有不一樣的規定 那麼在這裡我要跟大家講 這個美國 1981年有一個案子 他認為國會立法 把女性排除在作戰任務之外 那麼 因為這個就是美國有一個法律 他是規定說 如果有女兵服自願役 那麼也必須要把女兵呢 排除在作戰任務之外 這是他們的法律 這就是基於男性女性 他的生理的不一樣 所產生角色不一樣 所以就是說女性不能夠從事作戰任務 就是女兵不能夠從事作戰任務 大致上就是後勤的意思 那麼這個案子 其實就是說呢 這個爭兵 就是說那個他們的爭兵令呢 就是只有就是越戰了那一段時間 那個還有就是說 他們有一段時間就是爭兵 就只爭男兵不爭女兵 那也被認為說 這個有沒有違反哪裡平等 那麼美國的在這個案子 叫Rusker versus Goldberg 這個案子呢 他們的最高法院認為 並不違反哪裡平等 他認為說你既然國會 你自己立法說呢 那個女兵不能夠 投入作戰任務 所以如果是這樣子 那麼你另外要立法 說呢 爭兵的時候 就只有爭男兵 他認為說這樣就不違憲 他這個是他的一個看法 不過我個人是認為說呢 性別的評德在這裡很難的一個地方就是說 我們一直認為說 我們一直認為說 男女的這一個 因為生理的不一樣 所以你可以基於生理作為差別的大一標準 反而這一點有可能本身是變成是一個科版印象 所以在這裡 我現在要舉一個德國的案例 德國的法律它是規定 它是為了保護護女的安全 它是禁止女性從事在夜間的那個工作 如果她的工作的內容是要在夜間工作的話 那麼她說女性就不能夠從事這個工作 那麼她的法律有這種規定 她的理由就是說為了保護護女的安全 因為你如果在夜間工作 那麼這個有進出上班跟下班 那麼在這個半夜 那麼像他們認為說這個會有安全的顧慮 她的立法是在保護女性 可是最後的結論造成的一個結果是這樣子 你反而就是讓那個女性呢 就剝奪了她從事在夜間工作的這種機會 德國這個案例是一個 原告是一位女性的勞工 她是麵包店的麵包師傅 那當然麵包師傅一定就是在夜間工作 然後在凌晨才能夠讓消費者 在一大早就能夠有熱騰騰的麵包可以吃 那可是呢這個法律規定說在保護她 結果卻害她失業了 所以她就最後就提起訴訟 最後呢到了這個他們聯邦的憲法法院 那聯邦憲法法院就宣告這個規定是違憲的 我認為說這個例子其實可以讓大家知道說 為什麼男性可以 就德國的法律是男性你可以在夜間工作 難道男性在夜間就沒有安全的顧慮嗎 難道女性就有安全的顧慮 是不是因為說女性比較焦弱 所以怕搶被人等等 如果你說那個女性在半夜有安全的顧慮 男性沒有 我覺得這個真的就是一個 生理上的所產生的一種刻板印象 所以最後呢這個德國先生法案宣告她違憲 也就是認為以這個生理的差別證明說不足以正當化這個工作 那麼她這一個案子有一個很有名的一個說明 她說如果你立法者 你擔心女性的勞工在半夜她的那個上班 比方說下班她有那個安全的顧慮 她說你不能夠為了保護女性勞工的安全 你卻採取一種禁止她從事夜間工作的這種待遇 她認為說這個是國家的任務 你如果認為女性勞工在半夜她要出門 有安全的顧慮她說 這是你國家應該要採取各種不同的措施 來保護那個女性勞工她在上下班的路途的這個安全 而不能夠以這一個剝奪她的工作 來作為那個保護女性夜間工作安全的這一個手段 那麼其實她最主要其實也就是在挑戰 就是那個生理差異 作為差別待遇的這一個理由 她說這個已經變成是一個不合理的一個刻板印象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很 這個案子很值得大家去思考 也就是說無論我們認為傳統上 以生理差異作為差別待遇的標準 不必然完全正確 有時候真的是很難判斷 來各位我現在再跟大家舉南非的這個例子 我覺得這個例子很難很難判斷 那個曼德拉總統她擔任總統之後 大家知道說南非的那個犯罪率滿高的 她的治安一直不是很好 那麼在建議裡面有一次也是建議人滿為患 那麼有一次這個曼德拉她搬了一個大社 那麼她是各位你們看這裡文字 她是說為了要保護十二歲以下的幼兒 所以她是這個大社 就是凡是家裡有十二歲以下幼兒的女性的受型人 都把她大社回去 她是說這樣大社回去的話 那麼這些那個女性受型人就能夠回去照顧十二歲以下的小孩 因為她擔心就是說十二歲的幼兒在家裡 可是媽媽卻被抓去關 那麼小孩子在家裡沒有媽媽照顧 所以她認為為了要保護兒童的那個有人照顧 所以就是大社女性的受型人 你只要家裡有十二歲幼兒就可以被大社回去 那麼這個案子呢 原告叫做余果 余果她最後是告那個曼德拉 她認為我家裡也有十二歲的幼兒 只因為我是男性 她說我是爸爸 她說我也要回去照顧小孩 那為什麼你只大設女性的受型人 而你卻不赦免這個男性的受型人 這個案子在南非的憲法法院就引起非常激烈的一個辯論 那麼我在這裡最後寫的就是和憲 可是這個案子呢就是有非常多的大法官寫不同意見書 有很多大法官認為這個是違憲的 各位你們認為為什麼曼德拉她只大設女性受型人 這個難道不是一個性別刻板印象嗎 基本上曼德拉是認為說 反正在家裡照顧小孩的通常都是 南非的社會也都是媽媽 那爸爸可能就在外面 如果失業大概就是喝酒等等都是 常常就是媽媽又要照顧小孩又要去賺錢 那這個很多很多南非社會很多情況是這樣 所以曼德拉是看到南非的社會 就是說呢這個社會的現象的確是 媽媽在照顧小孩 所以有那個迫切的需要 所以為了小孩有人照顧的這種公共利益 所以他就赦免家裡有12歲以下幼兒的女性受型人 那麼他是認為說 反正男性受型人把你放回去 你也不會照顧小孩 他的意思是這樣子 可是我只能夠說 根據他們南非那個總統方面提出的辯詞 就是很痛苦的承認說 這是一個客觀的現象 那麼這個也大家都同意 那為的確就是都是媽媽在照顧 但是這個難道不是 如果你是政府或是你是憲法法案 這難道不是你要去破解的一個現象嗎 你不是你要去促進讓這一個男性也去照顧小孩嗎 那你現在如果宣告這個是核心 是不是更在加深那一個刻板印象 另外認為的確就是因為媽媽都是在照顧小孩 所以只放媽媽回去 爸爸不照顧小孩 所以我就不放他回去 所以這個是一個很有爭議的 所以宣告認為是應該違憲的大法官 他的看法基本上就是認為說 這種指大色女性受情痕 其實這個就是在加深複製社會的這個媽媽照顧小孩 爸爸不照顧小孩的這種刻板印象 但是多數意見最後比較多的就是過半數到法官 支持曼德拉 所以最後宣告他核心 其實也真的是不得不然 因為他的判決理由書裡面有提到 他說那個統計的結果 結果如果你也大色家裡有十二歲以下的幼兒的男性的受情人 那麼結果意思就是說 最後會大色回去的那個男性受情人的數量 所以你如果這樣一下子放出去的話 就是你如果男性受情人的數量 那麼他認為是會影響他們的 意思就是對這個社會的治安反而會有影響 因為這只要是以十二歲就有一個小孩子 你受情人就一律你就可以回去 那這個赦免回去的那個數量 就比現在的那個子放女性受人數量 比起來就是多了差不多七八倍那麼的多 會對他們社會產生重大的影響 何況當時的燃費這個社會 也的確就是說對於我立法者的目的 就是希望能夠保護那個小孩子 希望那個小孩子有大人照顧 那麼他們是說 你如果放了男性的受情人回去 那麼根據現實他們從南非的社會的一個現象 他們去考察 他認為說這個病無助於對十二歲幼兒的照顧 所以他們不得已痛苦的 就接受曼德拉的這個看法 最後就宣告他是核心 那這個是一個我覺得這是一個很難的一個案例 很明白的這種案例其實就是在複製 這真的就是複製那個男主內女主外 複製那就是媽媽照顧小孩 爸爸不照顧小孩的這一種社會現象 但是這個是非常我覺得這真的是一個非常難的判斷 各位同學如果你們是南非的大法官 你們會怎麼看法呢 有沒有誰要表示意見呢 男女的問題我覺得是一個 真的是一個非常懶的一些題目 有誰要表示意見嗎 那為什麼當初沒有 就是沒有往社福制度上面的方向 沒有什麼 社福制度 社會福利制度 社會福利制度的方向思考 為什麼當初是考慮到讓媽媽回家 就是要社福機構 我們沒有辦法替他想 就是說你基本上你會認為說 是不是有一個社福機構來代替 就是說不需要說去放那一個 女性的受精神回家 只要有那個 由社會機構去處理就好了 我的意思是就是當初 為什麼沒有法官出出這些事情 就是 這個我也不是很清楚 基本上他只能夠針對那個法律本身 有沒有違反的平等 那就 不過也有可能就是說 你會認為說 有沒有那個替代方案 如果說這個替代方案可以採 那為什麼當初立法的時候 為什麼當初曼德拉不採 這也有可能是一個 會一個思考的方向 那麼他們 我個人是會認為當初這個不在那個選項 也有可能是那個蘭輝他的那個社福 他可能人手也不足 所以蘭輝我覺得他整個的經濟 要有什麼條件的這個是 就是比較落後 假設這個不談的話 你會支持誰 大家都很難很難表示意見 很難形成看法 有沒有誰至高奮勇呢 好 我比較持慢的拉筒 就因為考量到當時南非的現況 所以為了達到保護女 保護幼兒的這個目標 那你可能色免女性會比 色免女性會比色免所有男性跟女性 還要來的更能夠達到更好 對 就是考量社會現況 這也的確它是 基本上它是有一種 大概就比例原則的考量 也就是說 的確多數一件就是認為 這樣子呢 色免女性呢 它比較能夠達到照顧幼兒的目的 那你如果色免的男性 他不僅沒有辦法達到保護幼兒的目的 也不是說完全不能夠達到 只是說那個效果可能比較有限 但是呢 對於社會治安 反而引起更大的一個憂慮 所以他就是做一個利益的衡量 好不好 我也會支持他 支持漫得啦 有誰會支持那一個不同意見 那同學你會 有不同看法嗎 可是就是我 我有一個問題 就是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會不會反而變成就是 整個司法體制跟政府 變相的就是加深 這種這種 自己的角色在社會的情況 就變成說變相加深 這種破壞印象的 這個是 這個是 我只能說 他這是一個不得已的一個措施 所以 他在判決裡面呢 就是要特別的表明 這個 我覺得如果我是 我是憲法法的法官 就是要特別表明 雖然有這一個風險 不過 在這個當前的 南非的這種現況呢 大概就是一個不得已的一個舉動 那可以 因為我在想這個 對於這件事情 應該可以有更多彈性的做法 因為 有些 有些 那個 有些12歲以下 幼兒搞不好他沒有媽媽 那邊 搞不好他沒有媽媽 然後只有爸爸可以照顧他 那 如果因為 如果漫得啦是 這樣子的 大色方式的話 那有可能會 讓這些幼兒沒有 或者比較 就夠的照顧 所以我覺得 是不是可以彈性的說 就是如果 沒有媽媽的情況之下 ok good point 這個 我在那個 判決書裡面 沒有看到這個相關的那個 這個是good point 大概就是說 區分的更細 如果說 沒有媽媽 那只有爸爸的一個情況之下 那這個 也應該要 允許 那個 爸爸也要赦免 很好 很好的一個論點 好不好 我們再繼續 那這個 跟男女平等有關 我們現在還有這個 666號解釋的這一個 罰倉不法表 不過這個 我們以前已經有跟大家講過 大法官宣告這個 社會秩序維護法 罰倉不法表 宣告他違憲 違反 違反 男女平等 可是這個案子 大法官比較沒有從 性別平等的觀點 觸發 他只是很單純的就是說 一個性交易一定有買方 那也有賣方 所以你如果法律只處罰賣方 而那個不處罰買方 那這個大法官就說 單從這個官員來看 他是違反平等 這一點固然是沒有錯 可是更進一步的其實也就是說 這種罰倉不法表 在憲法學上 我們會把它稱為 這是一個性別的間接的啟示 因為客觀上就是 那個倉這個呢 基本上 絕多數是以女性為多 嫖客也是絕多數以男性為多 所以即使他的法律是規定 罰倉不法表 好像是性別 neutral 是中性的 可是最後適用的結果 的確就會變成是 罰女性 不罰男性 這也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性別的差別待遇 那麼這種性別差別待遇 這就是我再強調一下 這就是法律的文字 看起來是性別中性的 可是如果適用的結果 會壓倒性的 只適用在性別的某一方的話 那麼這個也是一種性別的差別待遇 因此呢 從性別差別待遇 在這裡有一個意義 就是說 性別差別待遇 通常大法官會用 比較嚴格的標準來審查 那麼他比較嚴格的標準 其實就是像剛剛所說的 就是原則上 他必須是 有一個 基於生理上的差異 或因為這個差異所產生的 社會生活功能角色的不一樣 那這個被證明說 這是一個比較嚴格的一個標準 那你如果不從性別觀點切入 而從一般的平等 那麼這個就審查就會比較寬鬆一點 那麼這種666這個大法官在這裡 就沒有去處理性別平等 那只是就很快速的很簡單的 就是從買方跟賣方 那既然是這樣就應該要罰 就要一事同仁兩個都罰 那不罰那就全部不罰 所以大法官就宣告他維穩平等 只是說最後到底是一律法或一律不法 大法官的意思就是說 有立法者決定 可是最後立法者決定 結果就一律都罰 那麼這個案子呢 那麼這個案子呢其實就是 我以前跟他說過 他是宜蘭地院的治安法庭的 連接的法官提起 因為這些案子他的這些 被處罰的這些性工作者 都是高齡的 或者是高齡的婦女 那真的是社會的弱勢者 那如果是從性別平等 這個當然也是必須要 一樣一定會違憲的 在666還有一個應該要處理 可是大法官必有不處理的 其實就是以前我們也說過 這也是一個工作權的問題 到底性工作是不是 不是憲法所保證的一個工作 那大法官在這裡就掛免贊牌 不從這裡切入 所以666其實是一個內容 非常單薄的一個產物 單單從買賣雙方的差別待遇 宣告他是維穩平等 他也不從男女的差別待遇的觀點切入 也不從這個規定有沒有侵犯到 那個工作權 就都不敢去處理 因為大概當時就是怕觸犯了 台灣的傳統根深蒂固的一個道德觀 但是認為說這個性工作 這怎麼能夠承認呢 那其實如果你承認性工作的話 至少我覺得可以讓那個 讓他在這個合法的情況之下 你才能夠有管制 你才能夠讓這個性工作者 能夠有一個比較合理的一個工作條件 你如果禁止的話 那大概全部變成暗藏 暗藏的話性工作者就會被 因為他的雇主大概就是黑道 就會被剝削 除了被剝削以外 他還要被白道剝削 如果他被警察抓到 有的警察就是一樣會去利用他的職權 再去剝削那一個性工作者一次 所以就是很多報導就是說 那個因為你性工作沒有辦法合法化 所以很多女性的性工作者 其實就是說 他不僅被黑道剝削一次 又要被白道剝削一次 那麼另外呢其實大家都知道說 其實性工作其實就是人性 大概就沒有辦法禁止 但是實務上卻發現 每一次抓到的都是這一些高齡的女性的性工作者 他每一次賺取就是微博的大概是幾百塊 然後呢他的這一個服務的對象 也一樣都是中高齡的男性 他可能就是失分者 或是呢那個已經太太去世或離婚 那麼他有那個性居酒 結果就去找這個也是高齡的這一個性工作者 那結果你如果兩個都罰 其實都是罰兩個弱勢的 而實際上在社會上大家都知道說 真正的那個性工作 我們當時去找一些資料 其實基本上大概都是一些 那個價格非常高的 那比較年輕的性工作者 這些新聞大概都會跟那個幾星級的旅 旅館大概都結合在一起 通常我們的警察都抓不到這些 真正的這些數量 其實最多的這些性工作 而每一次抓的都是抓這些高齡的性工作者 這是目前台灣的一個現狀 我們再來看那個 各位再來看這個案子 是最近的一個案子 是最近的一個案子 就是涉及到所謂 就是那個派下緣 祭司公約的派下緣的問題 你們知道祭司公約吧 這台灣的一個習俗 就是有一共同祖先 祖先留下來的有一定的產業 那這些產業就是由派下子孫大家所共有 那麼這些祭司公約呢 是台灣的一個習俗 現在因為隨著時間的一個進展 那個派下工業的財產 有很多都是不動產 有很多都是不動產 那在現在的價值 其實就是互可敵國 所以呢那個派下緣 他們如果大家同意 那麼可以把那個祭司公約的一部分 如果能夠變賣 那這個通常大家都可以賺很多錢 偏偏我們的祭司公約的派下緣的規定 就是習俗上 是男性 就是說這種傳統上是以男性子孫為派下緣 女性不得為派下緣 所以這件事情就是由一位女性 他認為這一個女性不能夠為派下緣的規定 他認為說這個是違反性別平等 在這裡我只是利用這個案子的跟大家講一件事情 我們通常說國家不能夠違反 不能夠侵害到人權 指的就是國家的公權力 你不能夠侵害到人權 那我們現在講平等 意思就是說你國家的公權力不能夠違反平等 所以我們大法官審查了就只能夠審查國家的公權力 通常指的就是法律 可是祭司公約 那個祭司公約 他的這個他通常都是 派下緣他們都是有一個 他們的派下的一個規約 這是一個民事的一個私人的行為 不是公權力的行為 所以派下子孫就只有男性才能夠擔任派下子孫 才能夠當派下緣 女性不可以 這個並不是國家的規定 而是台灣的習俗 所以是這個派下的子孫他們所立的一個 這個應該就被稱為規約 這就稱為規約 這個規約不是國家公權力 就是私人之間的約定 所以通常規約如果他重男輕女 你也不能夠說他違反男女平等 因為國家的那憲法規定的基本權 只是用來拘束公權力 不能夠用於拘束那一個私人的行為 只是說這個案子呢 就是因為我們的祭司公約條例有一條 那麼祭司公約條例有一條就是說 這各位看一下 本條例施行前已經存在的祭司公約 派下緣依規約規定制 就是說他有一個規定就是 過去已經存在的祭司公約 派下緣依規約定制 也就是說他的法律就默認了 承認以前的這些規約是有效的 就變成是那一個法律間接承認 可以做差別待遇 所以在這裡就會引起爭議 好不好我們下一次再繼續 那麼今天就要送到這裡 就這樣說 有時候在一起 不就等在一起 我們下一次 我們下一次 可能可以做的是 不算是 我們下一次 是 我們下一次